哈喽小姨们好 我是你们笨手笨脚的樱桃老师 今天由我带你屏幕前的你 一起缝制这款白色的编织包包吧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是分为三个部分的 分别是物料介绍 基础教程 以及缝制过程啦 在开始之前呢 这边有一个温馨小提示哦 就是我们在缝制这个包包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拍下素材 留着发朋友圈 以免朋友不相信 这是心灵手巧的你缝制的哦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吧 打开飞机盒 首先看到的是桌垫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寇豆尺 之后凉线会用到哦 在开始之前将桌垫铺好 防止桌面受到损伤 工具包 材料包 材料包里有一张数字皮料贴 对照皮料表 将数字贴贴在皮料正面上 怎么来区分 怎么来区分皮料的正反面呢 因为打孔是从正面上下打的 所以孔位大且圆润的是正面 孔位小且不规则的是背面 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区分 至于编织皮料的话 就是正面是旗鼓的 背面呢是平滑的 孔位也有区分 我们将皮料贴贴在皮料正面上 贴的时候注意避开孔位哦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把二号皮和三号皮 缝制在一起 缝制这一排孔位 缝制这一排孔位所需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八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一百六十厘米 拉线的长度 例如 这里是一倍 以此类推 两倍 三倍 这里剪断 剪的时候注意了 我们斜角向上剪 这样剪出来的线尖尖的 好穿针 缝制我们会用到双针缝法 顾名思义 两根针一起缝 所以需要把两头的线都穿上针 第一步将线穿过针 拉出一小段线 压在桌面上 将针穿过线的中间 再将短线拉过针鼻 再拉长线 这样一边的针我们就穿好了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传另一边 穿好针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我们将三号皮对齐二号皮的两个圆角 这时候会发现二号皮比三号皮多出来一个孔位 这个位置缝制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锁一针 进针的第一针呢 我们从三号皮的第二个孔位 也就是并合起来数下来的第三个孔位竞针 孔位记得对齐哦 将双线拉齐平 下面的这根针从第二个孔位穿上来 上面这根针从同孔位穿下去 拉紧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交叉缝制 下面的这根针穿上来 穿上来的时候我们将针放到右手边 之后从下面穿上的针我们都放到右手边 这样可以使线继整洁且美观 上面的针穿下去 缝制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从已经缝制过的这个方向呢 一直缝下来就可以了 好 转方向缝制 这里呢 因为美观我们使两条线成平行的状态 成线平行的状态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些扭曲呢 可以用针稍微拨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直用交叉缝制法 继续缝制就可以了 在缝制的过程中 如果觉得拉线比较困难呢 可以带上我们的纸套 好 缝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再从已经缝制过的这个方向 到缝两针 跟第二针的时候是要注意啦 我们从两层皮的中间穿出来 我们从两层皮的中间穿出来 拉出线 打两个结 结呢 可以拉伸 拉到缝隙里面去 将多余的线结 剪掉 我们贴在皮面剪的时候 注意了 不要剪伤皮面 收结的部分 我们用到的是502 这里需要注意了 502 不能直接滴到皮面上 否则无法清洁 我们需要拿一个容器 瓶盖 或者是一张卡片 再拿一根备用针 用针占取502 少量多次的 涂在线结上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把线结 藏到皮层中间去 背面的双层结呢 也可以稍微的 涂一些 不要涂到皮面上哦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将 5到10号皮 缝制在一起 在缝制之前呢 我们需要将它们 编制好 这里一共用到的是 一张5号皮 一张6号皮 一张7号皮 一张8号皮 和两张9号皮 以及三张10号皮 先将9号皮和10号皮 拿开 我们将5号皮 5号皮的左上方 是有一个直斜角的 放在最左边 6号皮 6号皮中间是有磁扣的 待会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将它隐藏起来 放在中间 将7号皮 7号皮的右上方 是有一个直斜角的 放在最右边 那8号皮呢 8号皮是有两个圆角的 我们放在最下面 将8号皮 直接放到 三块皮的上方 再拿出一张9号皮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9号皮 搭上去的位置呢 下面是只有一排孔位的 上面是有两排孔位的哟 千万不要弄错啦 将两排孔位的9号皮朝上 搭到5号皮和6号皮的中间 另外一张9号皮呢 也是需要注意 下方一排孔位 上方两排孔位 同样的搭到6号皮和7号皮的中间 再将10号皮呢 穿插在 已经摆好的皮料上 先从7号皮的底部穿出来 从9号皮的上头穿过去 从9号皮的上面穿过去 再从6号皮的下面穿过来 再穿上9号皮 最后呢 压在5号皮的下方 这样就可以了 再将另外一张10号皮 相反的方式呢 放上去 最后一张10号皮 好 我们已经放置完 我们是需要缝制这半圈孔位 缝制这半圈孔位 所使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11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 2-50厘米拉线的长度 量好线插好针之后 我们就开始吧 这里为了防止它散落呢 我们可以用压尾夹 将它的四个角 大致的先固定一下 我们从斜角的一边开始缝制 将一侧的10号皮对齐 对齐孔位 大家注意一下 侧边的话 每一个拼接点呢 都是有两个大孔的 这是因为卡拼接的时候 每一针都是在这个大孔里面 好 进针的时候 我们从第一个孔位进 双切拉起拼 然后还用一根那个 一红柜地 还用一根 我们下一个在这一块 下面有线的 一个在这边 有线的 看到一项 准复 下一个 sequ 我将近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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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将上面的真心皮对起孔位一起缝制 之后的拼接呢都是这个样子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注意咯 我们只缝单排的孔位 双排的孔位呢 稍后再缝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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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这个部分的时候 是要往后 往两针 收尾 总之第二针的时候注意了 我们将针 从两层皮的中间传出来 和之前一样 扬让它们与里面对您知道这些人的东西 是没有针对我所拥有的东西 是最后的合逻的东西 所以我的收尾 是将写的攻击 牌入在某手上 在某种情况下 是几个小学生生的活动 是几个小学生的活动 这个部分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将一号皮三号皮还有一件编织好的包带缝制在一起 缝制这两排孔位 缝制这两排孔位所需要线的长度呢是这一段的九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210厘米拉线的长度 量好线穿好针之后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先将一号皮和三号皮背面对背面 一号皮的正面注意是漏在包外面的 随时背面和我们的三号皮背面相对 在对齐孔位的时候是要注意了 我们三号皮的孔位一共比一号皮一边各多一排孔位 编织包盖的时候注意了 我们可以将十号皮向前推预留出两排需要缝制孔位的距离出来 将包盖翻过来 将一号皮呢搭在包盖上 是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缝制的 几针的第一针呢 我们从侧边紧 先将一号皮和包盖 孔位对齐孔位 一号皮和包盖的孔位数量是一样的 中心拉齐瓶 我们将要缝制第二针的时候 需要将三号皮搭上来 孔位对齐 三层皮一起缝制 一号皮和包盖穿过第二个孔 三号皮穿过第一个孔 接下来就以交叉缝制方式 继续上前缝制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翻过来缝 这样可以更准确的对齐编织的两排孔位 这里需要注意了 大家一定要对齐孔位哦 缝制第一排就是第一排 小心把第一排缝成这边的第二排了 注意检查一下 第二排 毙VI 不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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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部分我们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包身和侧边11号皮缝制在一起 缝制这半圈孔位 缝制这半圈孔位所使用线的距离呢 是这一段的五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220厘米拉线的长度 由于有两面需要缝制 所以我们要量两段这样的线 量好线穿好针之后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将包身和侧边11号皮 孔位对齐孔位 将11号皮搭叠在包身上 孔位对齐哦 一针进针呢 是从从合的孔位 也就是包侧边的第二个孔位 也就是包侧边的第二个孔位 穿过去 孔位对齐 双下拉齐平 接着往上封一针 双皮重合的孔呢 我们这里需要做一个锁针 将里面的针呢 绕到外面来 从外面穿进去 这是锁了一线的效果 接下来呢 将外面的这根针 绕到里面去 从里面穿出来 将线拨平行 这样我们的锁针就完成啦 接下来 就继续用交叉缝制法 缝制接下来的孔位就好了 孔位对孔位 一个孔位对齐一个孔位 缝到转角部分的时候 也是一个孔位对齐一个孔位哦 优优独播剧场上 缝制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锁针 然后再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上面的针呢 从下面穿过去 下面的针呢 从上面穿下去 如果先不小心拉到侧边的话 把它拨回来就可以了 也是一样的 第二针的时候 从两层皮的中间穿过去 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穿里面去的 把线结藏在里边 背面同样的 双尘皮的中间穿出来 之后打结 沾线结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呢 我们用铜 这就不要了 自己藏线结的时候 注意不要把线结 戳出去外面哦 就直接藏在缝隙里 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缝制完成啦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 缝制这一边 那我们将四号皮 和整包身缝制在一起 正面朝上 这里需要注意了 这个词扣呢 是需要在正面上的哦 哦 不要 这个部分我们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将肩带和包身缝制在一起 缝制侧边 那缝制侧边所用线的距离呢 是这一段的三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60厘米长度的蜡线 量好线穿好针之后我们就开始吧 这里需要注意咯 需要量两段 关于这个针扣的方向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来选择左右缝制 那这边呢我将带三角针扣的这一端 缝制在右边 同位对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这第二针的时候呢 从两层皮的中间穿出来 里面也是一样的 打结 剪线结 沾线结 这一边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缝制另外一边 我们在穿三角针扣的时候 如果横着不太好穿 我们可以贴边斜着穿过来 达到适合的位置之后 穿过针扣 再把皮疗拨正 这个包包我们就做完了 这款包包终于缝制完成了 是不是超级有成就感呢 赶紧分手到朋友圈 炫耀炫耀吧 哦不 是分享一下才对 把纯小玉分享给身边 爱做手工的朋友们吧 如果觉得英堂老师教的好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